TD 好人月遊戲天天開心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人月的遊戲頻道 沒有錯今天來介紹一款 比較不一樣的SLG手遊 就是我們最近新出的狼族崛起 SLG手游不管是中世紀題材 三國題材 甚至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像 我們之前玩的寒霜啟示錄 三戰 或者是我們之前更早之前玩的 王國紀元或者一些 SLG手游 大家都會發現他的題材 大部分都是以 人為主 那比較特殊的像什麼 小小 乙兵還是螞蟻騎兵 螞蟻為題材的SLG 那現在我們來了一款以 狼為主的SLG手游 那講真的他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玩法 可以說是該有的應有盡有 來我們就來繼續練兵 把兵都先練一練 那這個遊戲也算是屬於一個 角色比較少的遊戲 大家看一下所有的英雄 其實真的 所有的英雄角色不多 總共也不過就 短短幾字而已 12345678 90 1112 1314 1516 1718 1920 2122 2324 總共才24隻英雄 那講真的 這遊戲 藍匠也有用處 主要是可以針對一些 採集 或者是一些 尾刃的效果 像我們的這一隻 他可以採那個 採集速度增加7.8 採集水和石頭速度提升 然後 狼群負重會增加6% 基本上啦 他的藍角綠角很多都是用來做一個 採集角的部份 那因為這個遊戲呢 他有一個所謂的尾刃系統 按錯了 這個 尾刃系統就是你可以 選指定狼 來幫你管理你的 城市 然後有一個額外的一個 加成這樣子 那像冷月目前自己選的都是會以 增加一些 主要的 就是輸出部分的為主 膠狼跟狐狼 我怎麼會莫名其妙選了個狐狼呢 對呀我有聲明是莫名其妙選個狐狼幹嘛 委任錯人了 我不要狐狼防禦 來個所有兵種攻擊加1 來個所有兵種攻擊加1 這種的就很讚啦 好那我們繼續來生個紫金礦 那這一款遊戲呢 來他該有的一些資源系統 聯盟系統 基本上全部都有 像我們聯盟當中呢 有所謂的知識 也就是我們的聯盟技能 那一樣可以用資源捐獻也可以用所謂的鑽石來捐獻 然後 聯盟試煉 就是類似一個聯盟boss這樣子 那因為冷月還沒參加過聯盟試煉所以不知道詳細的玩法是什麼 然後當然啦最基本的聯盟互助嘛 這種一定都有 然後冷月互助一下吧 然後像所謂的集結戰爭啊聯盟戰利品啊這些 基本上該有的全部都有 那這遊戲 除了我們所謂的 SLG的經典元素在之外呢 這是科技術啦 一樣就是有科技的概念 他有額外多一個巨獸 所謂的巨獸就是你其實出戰的時候可以額外帶一隻 怪獸出征這樣子 那講真的啦 這隻怪獸影響很大喔 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家緣到五級才能繼續升級巨獸 家緣往上升 我們把這加速一下吧 先把巨獸家緣升起來 我們要把巨獸等級先拉高啊 能衝幾等衝幾等 初期就是這樣子 拼命先衝啊 這種遊戲你初期不先衝後期 會很痛苦啊 因為前期要先把優勢先拉起來 尤其是無課為課玩家更要這麼做 來我們把巨獸的等級拉高 然後再回去蓋我們的紫金礦或彩石場 先蓋紫金礦好了 好那這就是我們那個巨獸卡池的一個抽卡 沒啥動畫 然後再來我們的巨獸可以再升級了 升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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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升快速升爽爽升 那巨獸的部分他有天賦 每回合會固定回血 然後再這樣資源的產量會提升 然後這邊收集足夠多的碎片一樣可以做一個 升星 然後等到星數提高之後呢就可以所謂解鎖我們的技能槽 他都可以鑲嵌技能這樣子 好那我們抽巨獸的部分呢 這邊有吉他巨獸可以選擇啊 之後可以做一個吉他的解鎖 解鎖 史詩巨獸碎片的部分 然後傳說互換有機會直接召喚出一整隻的史詩巨獸 好那俗話說的好玩這種遊戲呢 我們首要先看的當然就是我們抽卡介面啦 來英靈杯在此 這是還原 按錯了 這是我們的抽卡介面 現在抽一個一般的史詩呼喚 超級沒張力的抽卡 來這邊有一個傳說互換 那當你集到指定的積分之後就可以直接抽一個傳說角 有機會出傳說角的卡池啊 像我們現在抽到一隻艾斯還OK啦 所以我們的艾斯資質只有一百 但是沒關係一樣加減用 他算是免費拿到的 所以說你可以爽爽的免費用 那在冷月前面這隻 柯南 柯南是一開始送的 加上冷月後來有抽到 然後加上他女兒月光 這就是VIP課金角 然後維納斯也是初期有送的 查理是課金角 芬尼爾也是課金角 但都抽得到 他都抽得到 好啦我們就繼續先領我們的資源 祭典遊樂 戰力達到30萬 然後祭典貪物我們可以再兌換囉 兌換什麼好呢 我其實想兌換高階石所以暫時用不到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高階召喚的部分吧 我們等一下就花錢買一個召喚召喚服來 他可以直接用九個狼牙嗎 可惡 沒關係啦一樣給我們一個南科碎片 他會自動扣款啦 我想要嚇一下 奇怪怎麼自己點就出去了 好又是一堆的禮包 這個基本上每個SLG都一樣 OK再幫一下 然後這遊戲其實有點類似寒霜啟事物啦 他一樣有所謂這個事件的部分 就你一樣要額外派 兵出去解一些事件這樣子 哇主將變月光了 但月光擔任副將的時候會有額外的加成 所以我還是傾向讓他當副將 出身 大家也看到我們了 我為什麼會讓 我們的 月光當副將 月光在擔任副狼的時候 技能升級 作為副狼時 每三回合可以觸發一次他的回合效果 對目標單位造成傷害 傷害係數190 那因為他有額外這個效果 所以我傾向於讓他當副將居多 那其實很多角色他都可以當副狼啦 但我自己覺得 柯南好帥啊 柯南真的好帥 這會形象讓他爸當主將 他當副將這樣子 雖然說他爸當 副將的話 效果其實也不錯啦 但冷卻回合時常變得有點長 這是每三回合打190 這是每五回合打120 使目標傷害受到技能 使目標受到技能傷害提升 維持兩秒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這樣其實講真的 我們的 維納斯作為副狼也是非常好的 他可以做一個回血的效果 增加整體隊伍的續航 現在都有在委任 浇狼先鋒 浇狼勇士 好 那我們最後的最後 剛才那隻 任務打死了嗎 有打死了有打死了 9級劍齒虎成功討伐 那我們就一樣給大家看一下他的那個 戰鬥畫面好了 我看一下戰鬥畫面 戰鬥畫面 來戰役這邊 靈魂秘境 我先看我的狼可不可以升一下等級呀 升到28的 好我們再挑戰一次吧 靈魂秘境 挑戰 因為我那時候死掉一隻角色 我們現在讓我們的比較強的月光當主坦來打一次試試看 那戰鬥畫面基本上啦 只要你看到那種關卡事情的都是這種 狼跟狼之間的互咬 那他的技能組其實都 不是到太華麗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傾向於直接跳過這樣子 但不得不說以狼作為一個SLG的題材 我自己覺得還是一個非常不錯的 想法 畢竟大家也都知道 狼是比較偏群體的動物 每 一段時間 都會覺出一隻 自己群體中的狼王 那我自己覺得這就很符合所謂SLG的意義存在 所以以狼作為一個SLG的主題 個人覺得也是非常令人嚮往的 有此可知對於這款遊戲 個人也是愛不釋手 那也稍微小刻了一點點 所以說講真的 如果你也喜歡這種狼類型的SLG題材 不妨就到這個遊戲裡面 一起來找一下冷月吧 然後講真的啦 這個 這個 蒙主通知 蒙主什麼時候換奇怪的人 好吧 那可能又是詐騙吧 這有時候詐騙信件真的有夠多多到傻眼 好 那我們今天就讓大家稍微看一下這一款狼族崛起的手遊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點贊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說的想跟我討論的 歡迎下方留言我們一起來 TALK TALK 那這遊戲呢 我們還是一樣講一下好了啦 他一樣有所謂的兵種式性 就像跟三戰一樣 他你哪個角色色的帶什麼兵種 他其實都有寫的 你如果到B級的話呢 整個兵種屬性生效比例剩80% 其實就偏低了 我覺得至少啦要到A才有用啊 你如果沒有你如果 額外掉到B的話 我就覺得想說啊這就偏 差了一點點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真的正式結束了 不會再多講了 有講下次再說吧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贊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說的 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 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人員遊戲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 下一支影片 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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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ned, Sax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大家 obtain回散 全選擇 apan 其實 發 個